算计课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值方图 值方图其实可以看到数据的一些分布情况 并且我们可以通过什么75% 85% 90%这种情况 可以看到它的什么 可以看到它的某些数据的一些特性 这有助于我们去分析一些我们想要的技术指标 数据指标 但是呢在值方图当中呢 人家在官方文章也说了 我们怎么拿去这个Major 就是中间的这个值 中间这个值是一个难点 理论上它是要去把所有的数据 放到一个数据集合当中 然后去整理它 再去就是拍个序 然后拿到中间的那个值 但是这种针对比较小的这个数据集合 然后8batch的这种处理系统 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因为你batch的话 我就一个batch一个batch去看嘛 我就看这个batch的就好了 然后呢或者说比较小的数据集合 我就知道全部拿过来也没有什么影响 就是我对你进行排序 但是你对这个高通同量 然后低延迟的这个服务 那它就有问题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在Metric里面 它提供了四种 四种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第一种方案就是说 统一水库的这个方案 它这个方案其实思路很清晰 它思路是这样子 它会把所有的数据 全部给你留下来 就整个市面周期当中 你看它 Histgram with a uniform Reserver produce qualities rich value for the internal of the Histgram's lifetime 整个市面周期所有的数据给你拿过来 it will retain a middle value 它说会给你拿出一个中间值 for example which is the middle of all values the history has ever been updated with 什么意思呢 你曾经调用过update这个方法的 它全部会给你抓过来 对吧 全部给你抓过来 但是呢 它并没有真的去这么做 而是它把全部调过update 就是数据作为一个材料 然后它随机呢 取得其中一部分 去这种线性递减的 这种统计方式去拿了 这里面用了一个算法 叫什么witter's error算法 对吧 大家有兴趣 对数学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另外一种方法呢 就是指数降权 指数降级 或者指数递减 这种方式 看一下 指数衰减这种方式 这个也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算法 这个是metric里面 尤其是在history histogram里面 值方图里面用的是默认的 是用它用的 包括我们后面给大家说的tamer 也是用了它 作为一个默认的 但是这个uniform呢 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uniform 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所有的数据 比如说我这个系统运行了一个月 一个月时间 或是两个月时间 在第一个月时间 我拿它所有的数据进行统计 这是OK的 假设我是一个电商网站 我要去统计 每一个每一笔订单的价格 我看到了99%的价格 都是少于100块钱的 对吧 我去统计它 然后呢 我突然在这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在当前这一个月的时间 其中有一天 就这一天时间 我要去做什么呢 我要去做一个活动 但是我这个活动呢 是有套餐的 我这个套餐的价钱 都可能在100以上 但是以前呢 比如说99块钱 或者88块钱 只能买一件商品 现在呢 我120可以买三件商品 那我这个活动 一旦上来之后呢 我的课单价是提高了 是吧 就是我一笔的这个价钱提高了 课单价提高了 那你如果把这个 今天一天的这个数字 加上上一个月 所有的数字去做平均 那你99% 或者说99%的数字 可能95%或98%的数字 都是小于100的 那你再去看 拿这个数据去统计 今天的这个课单价 或者说是我们这个销量的话 是不是不是很准啊 不是很准 所以说这边有个提醒 这use a uniform histogram when you are interested interested in long-term measurement 就是说拿它去做一个 长时间的这个数据统计 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用它统计一个什么 你已知的 就最近的一个 分布的一个 一些数字 就是比如就像我刚才 举这个例子 你拿着已知的 就最近的一些时间 去统计 它可能会干扰你的 这个对这些数据的分析 好吧 然后还有另外的一个 就是指数衰减的方式 这是他默认的 而且是推荐的一种做法 它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几乎不会去影响到 你的这个高通图量 低延迟的这系统的业务受灵 还有就是滑动窗口的 这个呢 就是比较讨巧的一种方式吧 就是说我只要你最近的 指定的一个 比如说你要100个 那我只要你最近的100个数字 相当于我们做catch 我只要100个 这个catch里面 只有100个sign 就是这个cap city 对吧 我这100个数字 作为我的长中内存的一些数据 超过这个超过这个 超过这个数字 最旧的比较旧的 这个时间的数字内容 那我们就会从catch里面清掉 我只要最新的这100个 而这个是根据时间去做的 一个滑动窗口 那这四种 我在这两件课当中呢 会给大家进行 一个比较详细的演示 第一个我们还是 来看它的uniform 首先呢 我这边也就不厌其烦的 把这个东西烤过来了 大家如果觉得烦 你们自己可以写 比如说一个UTS 都没有说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个我就不管了 因为我是一个类一个类去讲的 我要让在这一屏幕上 在这个屏幕上呢 让大家都能够看到一个具体的效果 这有了 我这个直方图的还没定义 这个sleep呢 我就直接让它sleep一秒就好了 我不需要去再多种随机了 然后这边业务的寿命呢 还是同样 简单这种方式 那我这种去定义 它的直方图的方式 怎么去定义呢 我不想再通过这个 regist的hisgram 这种方式去定义了 我想自己把它拗出来 可以吗 肯定是可以的 好 好 好 因为它的时候呢 肯定是要传进去一个水库是吧 uniform 传进去它 这个水库呢 呃 里面成能成多少条水 默认的是1024 你当然也可以给它一个给它一个值 你默认的是1024 哦呦21028 你可以给它一个值 当然你可以不用 我们定义完它之后呢 第二 给它给个名字 但是这种方式有优点也有缺点是吧 啊 优点处理比较啊 一很一长段时间 你可以从头就这个系统的运行到这个系统生命周期的结束 比如说我运行了一年甚至半年都用它去统计都没什么任何问题 啊 但是你想把它用只只想关注最近的一段时间 就比如说我尤其可能是以呃 这个一小时内或者半天 甚至是呃 这一天作为一个重点的数值分布的一个情况的话 呃 那可能会让你大大失所望 就像我刚才给大家分析的那个场景一样 啊 你一个月的销量课单价 你去分析课单价的话 一个月的课单价肯定 啊大部分都会在什么80以内 或者说二二三十四五十这个区间 对吧 你今天搞一天活动 它的课单价所以虽然说有有所提高 但是在这直方图里面是体现不不是那么明显的啊 同样的 看啊 这是根据刚才说了 他拿了一堆数据放进去 然后啊取一下随机值这随机值呢会被扔到这边定义的1028 这个范围里面啊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指数衰减的方式指数衰减的方式呢 大家数学比较好的啊 或者说数学专业的一些可以去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算法 或者说大家已经可能都知道这个算法 这个是默认的啊 这个是默认的 其实这个这块代码呢 和这块代码完全是等价的 我把这些直接扒过来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完全是等价 扒过来之后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原理啊 圆满就知道 把这个 把过来 这边要注册进去啊 嗯 Rigid 我们通过这种指数 New 他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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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指数衰减的这种方式 把它放进来了 行 那运行它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个 停掉 那我不想运行它的 为什么不想运行它的呢 看一下它的原本制造 For Regist 进来之后呢 它Builder 这个这个就是 New Builder 它Builder的时候呢 给的是哪一个呢 呃 不好意思啊这边 不是4是这个 Amedia 的 his grams 这个 看到没 你有的他 metric 然后里面是什么指数率点的方式 指数率点的方式算法 他全部写在这里面了 把大家给去研究一下 研究看一下 好 我就不运行他了 其实他的效果和他 刚才这个是 一模一样的 这个和我们第一个一模一样的 那有有几个可能也会比较常用的 是滑动窗口的这种水库 滑动窗口的水库 其实更适合去做 最近的一段时间 只不过他可能就完全没有前一段时间 数字的这个作为参考了 啊这个uniform的他还有 他可能还会有前一段时间 但是不会太多 这个就压根就没有了 因为我只要最近一段时间的 example 好 然后 把其他的关掉 继续往我扒一下代码 我不扒这个了 把 这个扒过来 那主要是看下他怎么用啊就行了 然后这边slid window 那我们就要他这这个 那slid window你就要给这个窗口给一个大小吧 我只要这里面的1000个 啊1000个就行了 是要给他大小的其他的是不需要的啊 那当前的1000个 会作为我直方图的啊 数据分布的一个 media的这个值啊 刚才我说的所有的东西啊 就是都是为了去算media 并不是说 只是那些数字啊 都会去影响他们不会的啊 回去会去会算media 啊回去上media 来看一下 因为现在这些水库呢 其实都是为了这个media去做服务的嘛 对吧 人家这个文章写的很清楚 你看 the metric prose number of difference 他is always is useful 你看 啊这个水库抽样对不对 这个水水库抽样主要是为了是谁 主要为了这个media 对吧 啊他会算其中的1000个前面的1000个了啊 后面他就 现在就就不会去纳入了 比如说我们这边 哎拿手个 50 试一下 你们看一下他这个变化 那他50很快就结束了 把它运行一下 嗯 啊最小的0最大的8 然后频率值是4 然后标准差13.23 然后中间值14 平日值和中间值是有区别的啊 大家还是可以去研究一下脂肪图 嗯这已经20个30个了 我们等稍微等一下 那标准差是 越来越小啊 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数数 统计呢会越来越合理了 其实脂肪图有很多 呃可以通过脂肪图一下子看出一些问题所在 比如说爬坡式啊 什么啊 什么正服式啊 很多这种图形 一下子可看出来这个数据是不是有问题 或者运营生产的指标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是4.24228 2.91 啊有一部分数据呢前面的数据已经被踢掉了 对不对 2.92 你看他突然一下斗争了 啊这个降 啊这个也增了一下 这个也是从这边开始降 啊降降这边稍微降 这边稍微 啊这也是增了一点点 但是降 这边又斗争了一下啊 你看这边又增了 可能就是我们 这个数据 把前面比较老的那 十个十个 或者我们看下是十个十个在增的是吧 呃给踢出去了影响了到我们这个统计 啊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个最后一个吧 呃最后一个是时间窗口的 其实和他一样也很简单 主要是根据时间的 这个是根据大小的 我这个也全部包过来了 主要是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怎么用就行了 嗯 同样也是 这里 然后这边 有给一个时间的 哎 那这边肯定需要两个参数了 一个参数的时间一个时间单位是吧 看一下 你看浪啊 然后这个是他没有呢就clock呢 其实你可以定义一些失去啊等的一些情况 啊这边我就是一空中吧 或者是 呃三十秒 就行了 就行了 其实就改变一下他就可以了啊 我们简单运行一下 就是我们这边就这个东西就结束了 我们应该还把这个名字给他改一下啊 5.11 我们是三十数 啊 其实就是以时间作为一个创 划动窗口 那个是以大小作为划动窗口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嗯 好了 那这个就就到这里吧 内容我们就给大家 这四个呢 就给大家说啊 谢谢大家 说明 也不好了 音乐 码 我们今天再来给大家 실패 点赞 点赞 咱们 儿 点赞